木桶里铺上了帝王蟹 鮪鱼 鱼软 虾软 花枝 章鱼和白虾等13种料理 这个比脸大的丼饭 分量是4到6人份 这是OLED 畅货中心 自创美食品牌 要来吸引食客上门 帝王蟹丼饭的话 当天的话是由 日本空运那一台的帝王蟹 然后以及很多新鲜 台湾当地线流的海鲜 新鲜炸虾搭配胭脂物 和味噌汤 东京火红的冻饭专买店 也将来到台湾 风靡日本和英国的排队美食 美式汉堡和三明治 现煎汉堡牌 铺上现烤洋葱和培根 汉堡就大功告成 还有标榜纯豚骨糖头的拉面 过几个月在台湾也吃得到 下半年开幕的领口Outlet 专门引进国内 还有日本排队美食 作为一大卖点 都可以用最优惠的家钱 买到你喜欢的商品 Outlet开幕 前来企业董座董娘和名媛 穿着精品服饰和拿名品走秀 推广评价精品概念 也象征美食商机 未来不只卖衣服 也要打造美食聚集地 用食客来带动商机 接着陈建安张配合台北岛